这个青年大师在讲 巧观空游 巧是善巧 如果只观空不观游啊 很容易堕落到小城 为什么呢 什么都不干了 完全走向定地境界 这就是生文研究的天真涅槃 对于这个世处之间一切四处 不问不问 有自立没有理他 只有菩萨才有善巧方便 看到什么 向有幸空 似有理空 他两边不住 心地清净 没有 不住有病 可是看到一切众生 有苦有难 全心全力去帮助 你看不住空 虽然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 决定没有自己 真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这样的心态 去行六波罗密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破灭开物 利苦得罗 空有两边不占 做再多的好事 心里头没有痕迹 心永远是个空心 心永远是净心 清净心 你这样子 你多自在 你多快乐 一心念佛 决定求生净土 生到净土 对于这个世间 还关不关心呢 关心 这个世间的人 只要有感 离开就有意 跟祝佛 法身菩萨一样 永远帮助 变法界虚空界里面 六道中心 有没有功德呢 不计较功德了 空有两边都不足 哪来的功德 那个没有功德 是真功德 为什么呢 一切都成性了 与自性 样样相应 与性相应 与相相应 与世相应 与理相应 与因果相应 法身菩萨修行 是这样一个境界 可能会有 相应 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